那就是美国的财长叶伦 有人说早就叫叶伦 为什么叫叶伦 就是翻译的方式不一样 不过呢 总而言之 这位老奶奶 她又来到中国大陆了 大家看到了 在今天刚刚她下机的画面 那么她抵达了广州 由大陆财政部副部长廖敏来接机 那么她这次是从4月4号 要待到4月9号 那满满的行程 不过是从广州来开始 那么再会到北京去 我想大家也会非常关注 她这一次到底会讲什么话 然后会达成哪一些的 中美双方沟通的内容 我先来说 其实在这一次 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了 9个月来今天她第二度访华 但是上次有彩虹 这次没看到 那到底是不是 这个气氛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有注意到 美国财长叶伦 他在访华之前 其实讲了许多 都是大陆方面恐怕比较不爱听的话 来 赖老师 不爱听的话还会嫌少 还会更多 还会更多 其实也不在乎了 无所谓 就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爱找理由就找理由 当初也说 这个你卖给我们的太多了 我们卖给你的太少了 所以我们要克关税 那克了关税以后 打压不了以后 然后又说 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 然后又禁止你进来 然后接着说 你这个能源消耗量太多了 这个我们要绿能减碳 所以我们要打压你 然后现在就被人家试说 你的价格太便宜了 对 他开始不高兴了 对 你价格太便宜了 我不开心 那是你家的事 我有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 就是在他这次来之前的前一天 那么其实在那一篇当中 就赶着发文 然后写的那一篇里面呢 就是提到说财长叶伦有讲 说其实以前 如果他收到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 他会写一封感谢信 那是符合经济学的原理的 可是现在他不会再写感谢信了 那是他家的事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又说 你产能过剩 你请销 什么话都是美国人在说 什么话也都是他们在说 不过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产品会便宜 这个跟人工智能 生产机器人有关 我们都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部分 美国跟中国是两个国家 是全世界领先的 最强的两个国家 美国因为他的国内的服务业 跟金融业很发达 所以他的经济资助 事实上是服务金融 是占重要的一部分 那对美国人来讲 聊天机器人就很重要 因为从事服务 从事金融工作 他的很多都是用机器人来帮你问答 帮你回答 节省人力成本 为了要节省人力成本 所以美国在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 发展得很好 发展得很成熟 我们佩服 我们尊重 所以他的成本降得很低 他的竞争力更强大 中国大陆是用在哪里 用在生产制造 中国的人工就是AI 很大一部分是用在生产制造 这个部分是领先于美国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生产线里面 他很多都已经是新质量的发展 那新质的生产力里面 他把这个人工智能 大量用在机械化生产 当然他的人力成本就下降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当然能够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东西 那你越伦 你看到物美价廉 你以前开心 你现在也应该开心 你不能够以前开心 现在你美国产品都输了 你的制造业再也赢不了中国了 你连苹果手机都输了 你连特斯拉都输了 你已经几乎没有一样 制造业的东西可以赢中国以后 你就说我不开心了 我不会感谢 他就说不会感谢 那就不要感谢 也没有人要你感谢 所以你想怎么讲 就怎么讲 不在乎 好 是不是不在乎了呢 大陆方面真的会不在乎了吗 那当然我也问问我们线上的网友 你觉得这次美国财长叶伦 你真的没有那么在乎吗 跟上次比起来 上次好像比较多人有一些期待 很希望能够这一位温和一点的 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官员 能够代表拜登政府呢 来跟中国大陆好好的沟通对话 但这次是不是真的 你比较不在乎了呢 不在乎的加一 但还是在乎的加二 欢迎你能够在聊天室里面 给我们来看看 但是呢这个是在刚才 我特别谈到了就是 他刚到广州没多久 那叶伦到广州了 结果有网友直接就po了 说哎呀楼梯上都没有红毯呢 没有红毯就是今天没红毯 你看他去年到北京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地上没红毯 但楼梯上最起码还有嘛 那今天呢是这里没有红毯 那里也没有红毯都没有红毯 这个呢就做了一个对照图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待遇有点差别了呢 但是呢我刚刚在看 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是不是大家也都能够充分的感受到 就是我一开始有问到赖老师 是情况真的不太一样了呢 好来地上军啊 你的观察怎么样 我觉得叶伦这次还是来借钱的啦 因为他本来就是财政部长嘛 就是他重点是在他的这个债务来讲 美国现在债务在台高足 然后尤其是中国来讲 一直在卖美国的债券 对这个业伦他们来讲的话压力最大 其实我觉得蛮亚裔的 中国发展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他的业务范围 应该是雷蒙多的商务部长的职责嘛 我觉得他有点管过界 那为什么他要管过界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 确实造成很大压力 尤其是现在来讲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是比较快 尤其是他新三样定位国家的 一个发展长远的一个策略来讲 证明也确实那时候定下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不管是锂电池啦电动车啦 或者是光发电来讲 是中国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策略 尤其是这次在这个两会期间 对不对 也特别强调说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 要朝这个新质量的方面来做发展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 会造成很大一个压力 因为美国来讲这方面来讲 还远远落后于这个中国大陆 你不要说美国落后啦 包括日本欧洲来讲 这三个东西是未来人类必须要用的东西 而且是未来人类必须要前进的一个项目来讲 都远远于落后 所以说对美国来讲压力很大 也因此我觉得也因此 叶伦才会捞过戒去管到这件事情 其实合理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雷蒙多出来讲的话 对不应该是由叶伦 那我觉得这次来叶伦应该是 以戒钱为主要目的 但我特别注意到叶伦来之前 这前两天是习拜通了电话 那习拜通通电话的时候 他们特别从以前的四步一无意 改成六步一无意 其中多了两个步 其中一个步是什么 不嚇阻中国的发展 但你今天你突然说 昨天才讲说我不嚇阻你中国发展 你现在又对中国的这个 新的这三样产业指指点点的 那你是不是立刻就打脸你自己 是叶伦打脸拜登 还是拜登讲话不算话 我觉得你光这第二天 你多这个步 你第二天就破功了 那可见的我觉得说 拜登跟习近平答应讲的话 可能来讲不是这么算话 话里面不见得算话 所以他当初答应习近平的六步一无意 我觉得从第二天就破功了 就可能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中国也不要对拜登讲的话 抱得太大的期望 可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而后可能双方 中美双方来讲 还是在一种竞争的形态 是免不了的 好 现在上的网友们 多半都是加1居多 加1就表示真的没那么在乎了 好吧 那你能来就来吧 来了以后呢 其实也不太期望 不太有对于他富有期望了 刚刚这个丽将军还说 是不是叶伦老奶奶捞过戒 那但是呢我就在想 是他想捞过戒吗 还是事实上雷蒙多 想捞过戒也没得捞 因为根本来不了啊 这个人已经是不是 这个被北京方面 就放到一边 这个先来 至少最起码还比较能够 跟叶伦沟通的话就还是让他来这么一趟 好 但是呢说实在的 刚刚其实赖老师也已经解释了 就是说对于这个新三样 其实呢都要讨论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要遏制廉价的商品啦 但是到底是不是要针对关税的部分做一些调整 其实叶伦其实他本来是属于比较鸽派的 那但是现在过去这一年来 我感觉到就是他已经越来越往鹰派的那个 言论的那个方向好在靠过去 所以他真的不太一样了 不过呢 回来我们要讲那电动车 电动车刚刚赖老师讲 已经你很难了嘛 你特斯拉的现在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比亚迪都已经超越啊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寒冰 那现在呢你看马斯克现在自己是不是当初 你要说哎价格战不也是他掀起的吗 因为他已经面临到什么比亚迪的竞争 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发展太快了 因此他掀起价格战 那那价格战是你美国自己搞出来的吧 那然后呢那现在你看特斯拉他自己要再拼 怎么拼今天呢我们看到比亚迪确实是跑得很快 因此现在特斯拉已经在开始想 我是不是干脆往印度那边来设厂 可能那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选择 因为有英国的媒体金融时报已经讲说 他4月底要去派人去看看印度的那个投资的环境 建厂的地点计划规模是上看20到30亿寒冰 我是非常欢迎他去印度设厂 为什么 他去印度设厂他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讲印度的市场其实 如果他在中国大陆市场都要吃鳖的话 他在印度市场绝对不会有利 为什么 印度在发展的车子都是超级便宜的车子 他们印度随随便便都是那种 十几万台币的那种车子在开 所以他如果要在那边去要有市场占有率的话 请问一下特斯拉能够把价钱降到印度人可以接受的方向吗 我觉得恐怕有点困难吧 然后印度本身 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就对了 会比中国大陆还要严重 还要严重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购买力是比印度强的 是啊 对啊 所以你去一个购买力更弱的市场这样是有利的吗 那如果以制造力而论的话 印度的企业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制造业的纪律是远远不如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去一个效率比较差的地方 然后你还要生产出比中国大陆更便宜的东西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我是希望特斯拉赶快去试试看 看会发生什么事 我是乐观其成 特斯拉马斯克 世界第一抢赶快去试试看 让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跟你讲 对叶伦其实不需要有什么期待 他以前看起来好像是鸽派 但是问题是他毕竟还是拜登的内阁成员的一分子 所以他老板要他这样做他能不做吗 而且拜托现在要选举了 所以他现在更要展现强硬 他去年都还可以稍微展现一下鸽派 那问题是中国大陆也知道你这次来 因为你来之前就放话说你要很强硬 那既然你要强硬 我也不需要对你太客气 更何况去年你 去年叶伦在中国大陆一定做了很多保证 我跟你打赌 那他做了这么多保证 经过这一段时间 你看起来没有兑现什么东西 那对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我这次也不用对你太客气 更何况我也知道你今年要选举 你也不会对我太客气 至少表面上不会 那我也不需要对你太礼貌 所以红毯就不必了 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礼尚往来 你这样我就这样 这是很正常的 你觉得这个没有红毯 也没有楼梯的红毯 那都是刻意的安排 但是我觉得叶伦那个逻辑是不对的 他说中国大陆低价清销 影响到美国制造业的生存 不是这样 美国人是自己放弃你的制造业 你是现在你突然之间发觉 制造业对你又很重要 所以你想要拉回来 那你不能所有的好处都归于天下所有好处都归于你美国人 那中国大陆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探讨中国大陆 为什么能够这么低的成本去生产的话 那你要不要去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们美国人可以工作比中国大陆时间少 薪水又拿得高 所有福利又比较好 那你可以要求你美国的工人 跟中国大陆拿一样的福利 拿一样的薪水 然后他们要做更多的事情 你看他要不要 那他不要的话你的成本怎么可能比人家低 你不能因为你们自己把养尊处优 然后怪那些比较努力的人做错事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那马斯克也是一样啊 马斯克当初嘲笑比亚迪啊 那后来他为什么要消价竞争 他以为以他在全世界车市市场雄厚力量 我只要价钱压的跟你差不多 你比亚迪就没得卖了 他的想法很单纯是这样 可是没想到你拼了价钱之后 人家还是买比亚迪的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有一些特斯拉没有的东西啊 所以马斯克根本搞错方向 他根本要 最不应该去做的就是竞争价钱 他应该是要想办法让特斯拉 有别人无法取代的地位 这才是马斯克应该走的路 所以如果马斯克想要走消价竞争 赶快去印度 如果印度不行的话去非洲设查 看你身份会不会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